当地时间昨天美国多地爆发反对种族主义的游行集会 声援在夏洛茨维尔骚乱中挺身而出 对抗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人们 当天的集会依然遭到了一小部分右翼示威者的对抗 当天数万人在波士顿街头游行 人们收集反对纳粹主义 抵制白人至上主义的标语 以及夏洛茨维尔骚乱中遇难者的照片 当游行队伍行至波士顿公园附近时 正在那里举行所谓言论自由集会的数十名右翼人士 企图上前阻挠 双方还发生了推散 此次波士顿警方吸取了一周前的经验 在街头部署大量警力 还派出直升机在空中巡逻 警方当天逮捕了至少27名企图闹事的人 保证了游行的安全 波士顿游行发生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称赞参加反右翼集会的示威者 敢于公开反对偏见和仇恨 同一天 美国加州的威尼斯地区 达拉斯 波特兰等地 也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反右翼游行 抵制仇恨文化 当天 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民众也走上街头 要求移除当地一座公园内 美国内战时期 南方将军罗伯特里的雕像 这一雕像被认为是奴隶制 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 此前夏洛茨威尔市骚乱的导火索 也是因为要求移除当地市中心 一座罗伯特里的雕像 根据美国民权团体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2016年的统计 美国以邦连人物或历史命名的节假日 纪念雕像 旗帜 地名 学校和公园等超过1500个 夏洛茨威尔骚乱可能导致邦连雕像被加速移除 分析认为 夏洛茨威尔暴力冲突是美国各群体之间 斗争加剧的外在症状 如果特朗普政府无法改善部分白人的生活状况 继续推行限制令 修建边境隔离墙等排外措施 美国社会的撕裂现象恐将愈发凸显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